一连四天的烘焙展在南港展览馆登场了 除了有不少创意面包在现场展示销售之外 今年的烘焙比赛冠军还可以免费到 有烘焙界哈佛之称的美国厨艺学校上课 因为这学费相当高昂 参赛的西点师傅个个都绞尽脑汁 发想出未来可以上架的小西点 烘烤装点学过的技巧全用上 西点师傅挖空心思创作小牛力 因为赢了这场比赛 可以免费到美国厨艺学院当学生 平常这个受训的费用是相当高的 那这个学院很多美国的主要的厨师 都是在那个学院所毕业的 想跟名厨当同学可不简单 要用最常见的乳酪葡萄干当主角 为了增加口感 菠萝莉 脆饼干统统派上用场 国外航太热闹 有不少创意面包也在展场上出现 像这个象征招财敬宝的丹麦元宝面包 市面上还买不到 还有师傅发挥巧思 有剩下来的面包做出新产品 切碎 搅拌 再加工 货入巧克力 或者货入一些糖粉 增加它的风味和美观 入口酥脆成了零嘴 反而比原本的面包更好卖 因为媳妇爱物 因为让面包有了新生命 对不起 第一点 下一点 陈杰 徐约 这也有下个月 雨